这部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法拉利F12 为什么叫F12呢 因为F就是它的引擎在前面 然后12也就代表它是12缸的 它是一个6.3升自然吸气的12缸引擎 它有达到惊人的730EP的马力 到一个T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传动到后轮 我们现在来到F12的里面 它这部车选配了全车碳纤维的试板 这个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配件 全车内饰还有部分的外饰都是碳纤维所造的 然后这个座椅是纯碳纤维的 只是用皮去包囊 然后我们有一个F1一样的一个方向盘的设计 它是平扁的下部 令那个转弯会更加不会蹭到你的双腿 那么它的转向是在拇指的这两边往上 这是我们的喇叭 中间是没有东西的 那个这是远光灯 还有雨刷 这个是避震的模式的调校 这个是驾驶模式的调校 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提动引擎的按钮 这里上部分有LED的灯会根据我们的转速随机亮起 我们现在来到车的外面 这个车的侧群也是碳纤维的 然后我们这部车有选配的一个轮子 还有红色的卡钳 也是一个碳纤陶瓷的一个刹车盘 然后F12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来到车的正后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东西 为什么这东西会特别呢 这是一个除了La Ferrari以外的 F12才有的一个像F1一样 方程式赛车的一个刹车灯 紧急刹车灯的一个设计 在你刹车的时候 这个也会跟着亮起 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个小细节 它是用一个传统的钥匙 把它插到里面 扭到底 再按一下这个红色的start 然后我们就启动了 法拉利它也是没有前进的低档的 它也是通过这个波片 往升档那边拉一下 来到这个E档 这个法拉利它所有的车内的设计 还有它的技术 都是来源于它的F1赛车团队的技术 包括这个方向盘的设计 它这个在波片后面 没有任何多余的波感 就像雨刷转向灯 它都是提成了在方向盘上面 避震的模式 按一下这个会进入到一个比较软的状态 会使你日常的操作会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到这边有你的各种的开车的模式 包括有雨天 运动 赛车 还有部分的稳定系统关闭 还有完全关闭的状态 它的仪表盘只有一个简单的转速表 左右两边都是两个液晶屏 可以按照个人去设定的 至于内饰 法拉利就花了很多心思 去把这部车轻量化 我们能看到内饰的大部分材料都是碳纤维 然后为了节省各种重量 甚至一个大的屏幕都没有 也是提成了在驾驶员的这个仪表盘上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